好 再看一个支点叫资产业务 这部内容就要注意了 和我们企业会计很多内容都是一样的 所以记住财务会计核算内容 你就记住和企业会计核算内容一样 预算会计那么不一样 就单独记预算会计 好 那么资产按照流动性分类 还是分类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 这个没什么区别 包括内容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这都没问题 不一样的有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财政应返还额度 短期投资我们且不再用那个了 我们且用的是交易性金融资 应收及预付款项等 非流动资 仍然包括固定资 载件工程无形资 长期股权投资 不一样的有公共基础设施 那么有政府储备物资 有文物文化资产 这个都不一样 还有一个保证性住房 保证性住房 那么这个在政府单位中 是有这个内容的 好 第一 资产业务的几个共性内容 第一 资产取得时 那么就想的内容 和企业是一样的 外购资产 其成本包括买价加相关税费 那么还有使自然达 看见了吗 还是得达 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 所发生的支出 记住这么记就可以了 第二 自行加工 和自行建造资产 其成本仍然是 包括该项资产 至验收入库 或交付使用前所发生的 全部的必要的金额 那么这个和企业 应该差不了哪去 验收入库 比如存货吧 验收入库 第三 接受捐赠的非现金资产 和企业基本差不多 和民费组织也差不多 对于存货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而言 其成本按照 人家给评据了 给发票了 按照发票著名的这个金额 加税费入涨 那么第二 没给发票 没给评据 那么按照什么呢 那么可以按照经过资产评估机构 评估的那个金额 评估的那个金额 加上相关税费确定 评估金额 如果没有评据 也没有经过评估 你可以比照同类 或类似自然的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有供应价 加相关税费 那么如果没有相关评据 且没有经过评估 也没有同类 或类似自然的市场价格的话 那么实在算不出来了 按名义金额一块钱入账 名义金额一块钱入账 这种情况应该很少很少见 那么对于投资 公共技术师 政府储备物资 保证性住房 文物文化资产等 精管资产 精管资产而言 其初始成本 只能按照前三个层次入账 不可能按名义金额入账 只能按前三个 那么来看一下前三个吧 那么再说别前三个哪三个呀 第一个有发票的 有发票的 有发票的 按发票金额入账 那么再加相关税费 加相关税费就可以了 这第一个吧 那么第二个 没发票的 但是可以经过评估的 按评估价格确定 那么这是第二个 那么没有相关评据 那么也没有自然评估的 你可以按同类或类似自然的市场价格来确定 这不第三个吗 这不第三个吗 那么最后一个按名义 所以对这一类自然你不可能按名义金额去入账 说保证性住房 我建完保证性说好几个亿 我按名义金额一块钱入账 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 公共技术措施 那么道路水坝等等桥梁你不可能 好 盘盈的资产的入账成本 那么按照上述方法去确定就可以了 单位接收的这个捐赠资产 其成本能够确定的按照确定成本减去相关税费 介入到捐赠收入 这是收入啊 捐赠收入 成本不能够确定的话 那么只能备查账簿登记 相关税费直接寄入当期费用 我们说的是财务块钱 所以你不要说支出这块的费用 说到财务块钱 第四 无偿调入资产 其成本 刚才说的是按调出方的账名价值 加相关税费 那么调入资产 那么按照无偿调入资产的成本减掉相关税费 即是无偿调拨金资产 好 补价 这个加上支付的补价 减掉收到补价 和企业一样的 再加上为换入资产发生的支出 按照实际成本上发生的支出 这是第一个 第二 资产的处值 处值包括无偿调拨出售出让 转让置换 对外捐赠 报废回损 以及货币性资产损失 合销等等 那么单位应该按照报庚批准后 对资产进行处值 通常情况下 单位应该将被处值赞的 看好了 账面价值转入到资产处值费用中去 一定记住账面价处值的 先将账面价值转到资产处值费用 那么账面价值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和企业是一样的 然后按照收支两条线的规定 将这个处值净收益上缴国家财政 那么如果按规定将自然处值收益 纳入到预算管理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净收益进入到当期收入中去 就是看对于资产的盘盘盔盔 报废回损 在报经批准之前将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转哪去 不是转这儿 不是转到资产处值费用中去 先转到贷处理财产水中去 这个和企业块一样 我们企业的这个自然盘盘盘盔 不也走的科目吗 报经批准 批准前批准后 这个完全一样 批准后 那么注意这块批准后 那么再进行自然处置 再进行自然处置 再转到这个中去资产处置费用 在中间插一杠 插到这儿了 资产 这个必须要注意 将自然账面价值转到贷处理中去 对无偿调出的资产 单位应该在转销被处置 在账面价值时 充减无偿调拨进资产 好这是一个 那么置换的换出资产 应该与换入资产 一同进行相关快处理 这是非货币性转交换 这是我们讲第一个问题 总的一个原则 第二个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我们今天教材有一段话删掉了 就关于坏账准备的问题 其实没什么事情变动 那么单位的应收账款 是指单位应出租资产 出售物资等应收取的款项 以及事业单位提供服务销售产品 收取的这个款项 好 所以一般来讲在事业单位 那么都会有这些 比如说出租资产 出租资产 这个内容 一般的事业单位是存在的 比如说我们学校 我们学校 我们学校有个大门口 有一个大楼 这个大楼肯定是要出租的 那么一般来讲 高校当中的一些写字楼 都是有出租的 出租资产 那再比如说我们学校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体育设施 也有一个出租的问题 还有出售一些物资 出售物资 出售物资 比如说咱举个最简单例子 报纸的出售 严格来讲 报纸的出售应该是 要严格进行核算 严格核算 但是那么管理松的话 那么就无什么回事了 那么出售物资 还可能出什么 出售一些 一些吧 报废的一些资产都有可能 那么除此以外 事业单位当中提供服务 这最典型提供服务 比如提供一些其他一些服务 销售产品 比如说有些这个事业单位 他要销售产品 比如我们中国快乐学会 那么销售的这个产品叫什么 叫快研究 是吧 快研究 但是他 那么他呢 他看他什么性质的了 他什么性质 事业单位的话 按照这个 但是他民非组织 民非组织原则处理了 那么像中国快乐学会呢 应该属于是民非组织有可能 也可能属于事业单位 那么就看他怎么划分的了 怎么划分的 好 这是一个 那么单位应该是从应收账款 收回是否上缴国家财政 进行不同的核算 所以事业单位收回后 不需要上缴财政的应收账款 在这种情况下 才有可能提坏账准备 因为不需要上缴财政吗 钱是我的吗 所以这种情况下 是有这个问题的 那么对其他应收款 不计提坏账准备 对其他的应收账款不计提 就是这块的计提 接着往上走 目前我国政府会计核算中 对事业单位收回后 不需要上缴财政应收账款 和其他应收款进行减值处理外 其他资产不需要减值 其他的不需要减值 这块内容要顺便说一下 叫其他应收款 和其他应收账款 这两码事 其他应用账款是不需要记提的 就只有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内容才需要记提 好 这是知道就可以了 那么第一 收回后不需要上缴财政的 那么第一个 不需要上缴财政的 那么确认收入时 借应收账款 带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 租金收入 其他收入 那么收回时 就要注意了 那么在预算块中就合算了 借银行存款 那么这边对应的是 资金阶层货币资金 那么代计应收账款 代应账款 注意这是 权责发生之用应账款 而预算块中呢 是劝收入 什么劝收入 是这块他劝收入时 他劝收入时 那么这块才能劝收入 所以这笔风筹应该放钱头 应该放钱头 但是我是对应表格 所以借记资金 节存 代计事业预算收入 或经营预算收入 对应的是这个 事业收入和经营收入 第三年末 事业单位对于收回后 不需要上缴财政的应收账款 进行全面影响 那么如果说可能产生坏账的话 也应该计题 所以计题是借其他费用 代计坏账准备 这边没分路 好 对于账领超过规定年限 那么确实收不回来了 那么可以干什么呢 可以确认坏账了 所以借坏账准备 代应收账款 这笔风 这笔风 以前在我们企业块中考过 在90年代考过 在企业当中 他考过这么一条题 这笔风路发生后 资产付代表中的 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变了吗 不变 借资产代资产相当于是 是不是借资产代资产 因为坏账准备 属于应收账款的背底 好 这块都没有预算坏账 好 那么以合销的坏账收回来了 那么第一个 先还原借应收贷账 然后再借银行贷应收 借银行了 那么这边借资金结存 那么贷什么呢 代计非财政拨款 结余 非财政拨款 结余 直接转到结余中去了 好 第二收回号上缴财政的 那么这种情况 记住不涉及预算坏 需要上缴财政 说了多少遍了 不需要进预算坏 就可算 好 那么第一个借应收账款 不能带收入了 不能带收入了 所以代应缴财政款 然后收回以后 再借银行财政款 代应收 然后马上缴财政 借应缴财政款 代应供财政款 这核算比较简单 好 年末对于账领超过规定年限的 确实无法收回来的 那么这种情况 反正这个没有 记地坏账准备 所以这笔钱 注意 只能和应缴财政款 去对冲 所以借应缴财政款 代应收账款 收不回来了 以后能收回来的话 那么再借银行财政款 代应缴财政款 然后再上交出去就可以了 再上交出去 所以这块呢 只能去充应缴财政款 第三 库存物品 库存物品是指单位 开展业务活动 和其他活动 为消耗或者出售 而储备的各种材料 产品包装物低照片 以及没有达到固定在标准的用具 装具 动植物等 它的成本 动植物成本 叫库存物品 那么这个内容 在实务当中 就是行政事业单位 在有的时候 划分标准是不一样的 划分标准不一样 比如说我举个特别简单例子 我就说以前 以前 在我们学校 我们教室里头的桌椅本袋 都不是固定的 就我们学校教学路 那么都是什么 都是小本袋 木头的 那时候都是木头的 桌椅全是木头的 拿木头的 然后呢 注意的问题啊 那时候在会计核算的时候 会计核算的时候 我们那些桌椅本袋 那时候我们都是 在我们学校都是作为固定散的 都是作为固定散的 它不是作为低质照片的 不是的 那么里面有个小标签啊 那时候我们学校那个标签 不是像现在不干胶啊 那种的 往上一贴就吧 那时候都是 都是铝牌 然后拿小钉 钉在那个椅子上 当时在中文大学啊 固定散编号多少多少多少 那么那个 它没有作为低质照片 完全看这个目前的 现在就是政府会计的制度中 怎么规定 哪些是作为固定散 哪些作为低质照片 所以这也没有达到 固定散的一些用具啊 用具 装具 动植物标本 这个都属于是库存物品 了解可以了啊 那么核算是应该设置库存物品科目 但是要强调的就是 单位随买随用的零星办公物品 可以在构金时 直接列作当期的费用了 那么这个内容 不需要通过库存物品科目核算 那么单位控制的政府储备物资也不在本科目核算 那么单位受托储存的保管的物资和受托转账物资也不在本科目核算 在受托代理资产也不在本科目核算 那么单位在建工程购买和使用的一些材料也不在本科目核算 那么是在工程物资可目核算 就这个内容啊 库存物品在一般的这个形式单位当中 那么用但是并不是很多 那么第一取得时 那么验收入库的时候 入库的时候借记库存物品 代记还好了啊 代记财政拨款收入 拨款收入 那么这边走的什么 这边走的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那么在零余个账户用款额度 那么走私底阶层 那么这个内容 比如说像高校里面啊 购买的一些实验用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一些实验用的一些这个物品 我们一般走库存物 那么要经过这个入库啊 要经过验收入库 好 那么借库存物品 那么这边对呢 行政支出 行政单位 事业支出 事业单位 还可能经营支出 还可能经营支出 这是第一第二个 自制或委托加工的库存物品 验收入库室 借记库存物品 代记加工资 这个了解也可以了 第三 单位接受捐赠的 借记库存物品 代银行存款相关税费 那么差额 按差额代记捐赠收入 再说别 差额代记捐赠收入 那么这边有银行存款了 这边 借记其他支出 代资金结存 好 这是一个 那么按名义金额 按名义金额入账 就一块钱入账的时候 借库存物品 代捐赠收入 那么这个税费 那只能走其他费用 没办法 只能走其他费用 你这块你要再入账的话 那么再入账的话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按实际成本入账 对吧 那么相关税费 加这个相关税费 那么这个相关税费 借入到库存物品 当中去的 但这块名义金额入账 不外 那么它是走其他费用 这是一个 第四 单位无偿调入的 借记库存物品 代银行存款 然后相关税 代记差额 早得无偿掉拨 精彩 那块的捐赠收入也差额 那么这个也差额 好 这边有税费 借其他支出 代资金结存 第五 单位置换 换入库存物品 验收入库时 借记库存物品 代记相关资产力科目 比如固定资产等有关科目 那么代银行存款 那么这块代银行存款 是置换过程中发生的相关税费 相关税费 好 现在麻烦就麻烦在什么地方 麻烦就麻烦在这个差额这块了 差额这块了 差额如果在借方的话 走资产处置费用 差额贷方的话 走的是其他收入 就这么一个其他收入 其他地方都没有讲其他收入 就这么一个其他收入 所以这块有一个资产出入费用是差额 这个代差借差 是挤到这两科目中去的 借差代差挤到这两科目中去 我们很少用其他收入 就这块用的其他收入 好 前面内容讲完以后 下面看一下例题了 第一个购入题目 21年3月5日 某事业单位购入一批物资 取得增税专票 价款100税13万 好 款项尚未支付 那物资入库了 然后3月10日支付了 款项是113 好 来看一下 在槽块中 入库的时候 借记库存物品 那么金额不含税 金额100 然后借应交增值 所以二级科目应交税金 三级科目 进向税额13 带应付账款 那么此时预算块 你没分录 预算块没分录 好 什么支付 什么这边有分录 借记应付账款 带相送录 那么这边 3月12有分录 借记事业支出 带资金结存 含税金额123 所以在这个题目当中 只要资料给这些数字 拿回应就可以了 应该和企业差不多 但是挺讨厌 就这科目 应交增值税 应交税金 进向税 和企业不太一样 好 再来看一道题 那么这个题非常复杂 这个题目 就是相当于我们所讲的 非货币兴散交换 那么它叫置换 6月3上 某行政单位经批准 用一部公用轿车 置换另一单位的办公用品 这个办公用品 不符合固定散的标准 办公用品验收入库了 轿车账目余额30万 以提折旧15万 评估价值18万 评估价值18万 置换过程中 然后呢 该单位收到对方支付的补价 1.5万 借鸯送款了相当于是 另用现金支付了一个运输费 是0.75 办考了其他因素 好 那么这个资料当中啊 我们就看一看 那么一方我们换出的是轿车 换入的是一批 一批什么呢 一批不符合固定散的 这个办公用品 这个办公用品 我们就应该要编分路了啊 就借记的是库存物品 但是随买随用的 那个不走库存物品 好 下面来看一下 借记库存物品 那么应该用什么金融账 应该换出的轿车的 评估价值18万 那么减掉收到的补价 1.5万 加税费 税费0.75是17.25 好 这一个待计固定资产 原值是30万充掉 借累计折角固定资 里折15万 也有了啊 这是一个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 再来看 那么带其他收 这个其他收入 怎么算其他收入 插在借方 我们刚才插在借方 那么应该走的是 那个自然处置费用 对吧 他的带方走其他收入 所以是评估价18万 评估价18万 减掉评估价18万 减掉固定资的账面价值 原值减折就 原值减折就 再减掉一个税费 再减掉个0.75的运输费 是2.25 这有了啊 2.25有了 然后借记银行存款 代记库存现金 这自己看就可以了 现在问题就是差额 这个差额看好了是 一个是银行存款 这个差 那么还有一个是库存现金的差 这两个之间的差额 那么是应该上缴财政 收支两条线吗 所以这里个差额 那么代应缴财政款 0.75 好 这是一个 那么这两个内容 涉及到货币资金了 所以这边借其他支出 代记资金阶存 那么其中这个 0.75是要走的 0.75要走的 应上缴财政那款项 是不需要走的 好 这个提醒大家 这个处理挺讨厌的 关键讨厌在其他收这一块 其他收这一块 第二 库存物品发出 单位开展业务活动领用 按规定自主出售 发出或加工的库存物品等等 那么借记业务活动费用 单位管理费用等 代记库存物品 那么第二 精疲预准对外出售的时候 还是那句话 还是那句话 先将账面余额转到资产处出费用中 前面讲过了 借记资产处出费用 代记库存物品 收到借银行存款 那么 代银行存款是支付的相关税费 同时收支两条线 按差额上缴财政 代应缴财政款 代应缴财政款 一般来讲 这块都应该是上缴财政的 第三 精疲准对外捐赠的时候 捐赠的时候 那么这种情况也应该将 账面余额转到资产处出费用中去 借记资产处出费用 代记库存物品 账面余额 如果有税费代行存款 如果税费这边才有分路 没税费这边没分路 四 无偿调出 调出的情况下 是指在政府单位之间进行处理的 借记无偿调拨精神 代记库存物品 如果税费 借记资产处出费用 代行存款 前面讲过了 这是调出方的 这边有税费 这边借其他支出代资阶层 好 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问题 那么关于库存物品的一个核算内容 这块内容应该不是重点 大家把它的内容了解一下可以了 好 再往下接看 好 第四问题 固定赞 那么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赞 是指单位 为满足开展自身业务活动 或其他活动 需要和控制的使用年限超过一年的 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上 并且使用过程中 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这个资产 叫固定赞 定义了解可以了 那么固定赞一般分为六大类 第一大类的房屋及建筑物 也叫构筑物 那么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讲的这个建筑 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文物和陈列品 文物和陈列品这个在企业当中是没有的 涉及到文物还有陈列品 这个内容呢 比如说举例子啊 我原来讲过的 在我们学校 在我们学校档案馆 专门档案馆里面 陈放这些什么呢 陈放的一些就是名人的书画 还有一些文物 那么这些内容在这是作为什么固定赞 还有陈列品 陈列品 图书 在高校当中图书占的比重非常大 那么这个图书啊 就是真的说实在的 高校中的图书馆 那么藏书量真的是非常庞大的 那么其采购经费非常庞大的 所以它是作为固定赞核算 它跟企业不一样 企业它不作为固定赞核算 档案 那么档案也是可以作为固定赞核算的 好 那么这个和我们所讲企业是不一样的 家具用具 装具 还有动植物 那么动植物一般来讲 在企业当中很少见 那么只有在政府块中会涉及到动植物 好 那么一般包括房屋及购入 专用设备 通用设备等等 那么单位价值虽然没有超过规定标准 但使用年限超过一年的 的大批的同类的物资 比如说图书 家具用具 家具用具 还有装具等等 都是作为固定赞核算的 图书大家知道没问题 在高校当图书占的比重非常大 那么是上百万册 对吧 那么比如说家具 我曾举过家具 这个家具 在我们学校 现在是固定桌椅板 以前是活动的 这是我们俗称叫木头的小方凳 小方凳 那么那个桌子也是木头的啊 那后来我们学校都改成固定的了啊 那么之前那些的都是什么 都是固定资产 它都变为固定散 当时我记得非常深刻 在暑假的时候 我们学校那个更换那些 那教室中的桌椅板凳木头 拿出来堆在那个操场上 真堆积如山这么多 放在教室里头并不明显 拿出来以后 真的特别特别的庞大那些 就那些桌椅板凳的 真是这样的 堆积如山 比我们一般所讲的山 高多了就那种山 所以那个时候都是作为固定 现在还是作为固定赞 还是作为固定赞 好这个注意一下 这个图书是特别注意啊 跟企业完全不一样啊 都应该作为固定赞确认 好第一个取得固定赞 那么告入不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 在财务块中借固定赞 那么代计财政拨款收入 这财务块 那么预算块当中呢 在预算块中呢 这个财政拨款收入 指的是直接支付 那么用的是财政 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多俩字对吧 然后呢 如果是带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呢 那么这是资金节存 授权支付 上面记录行政支出 事业支出 或经营支出三个 所以这边固定赞 这边对的行政支出 事业支出 经营支出 好都能对上啊 那么告入需要安装的固定赞 仍然和起一样 走再见工程科目 安装完毕后再转移固定赞 看例题 2011年7月18日 某事业单位 告入一个办公大楼 取得增税专票 价款4千万税360 那么款项支付了 所以借记固定赞4千 借应交增值税 应交税金 进项税额 代言行存款 然后这边呢 借事业支出 代计资金结存 货币资金 所以这个内容 注意一下 他处理啊 代言行存款 那么这边走资金结存 二级科目货币资金 第二 自行建造固定赞 交付使用时 那么按照建造工程的成本 建造工程成本 借记固定赞 代计再建工程 那么以交付使用 但尚未办理 竣工决算的固定赞 那么按照估计的价值 在办了竣工决算手续后 再调整原来赞估价值 这和企业完全差不多 对吧 但有一个不一样 这块不一样 企业当中是竣工决算 它是交付使用 这一点不一样 所以这个要注意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它这块是交付使用时 第三 融资租入的固定赞 其成本按照租赁协议 或者合同约定的这个价款 还有相关税费 以及固定赞交付使用前 所发生的 介入该项资兰的运输费 保险费 安装调试费等来入账 所以这一点和老的企业的 租赁准则当中的 那个老的方法一样 好 那么确定其入账成本以后 在财务块当中 借记固定赞不虚安装 虚安装走再建工程 代记长期付款 那么这个按照是租赁合同中 约定的租赁付款额 然后代记 如果相关税费代价送款 那么也可以代财政拨款收入 或领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那么这边对应的财政拨款 预算收入和资金阶存 上面借行政支出 事业支出 经营支出 等 好 那么这个就是 在预算块中 按实际支付的这个税费的金额 来反映 好 再接着看 第四 接受捐赠的 不虚安装借固定自然 虚安装走再建工程 那么代记 有税费 代领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那么这边呢 一般如果有的话 走的是其他支出 代资金节存 那么领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银行存款等等 按差额代记捐赠收入 按差额代捐赠收入 第五 无偿调入的 不虚安装的借固定自然 虚安装的走再建工程 然后代记相关税费 领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等 然后差额还是那句话 代记无偿调拨净散 在代方 这是调入的 那么有税费 这边呢 借其他支出 代记资金节存 好 这是第一 第二 后续支出 通常情况下 后续支出的时候 那么企业和政府会计团体一样 先将固定散的账面价值 转为再建工程 所以借在建工程 借记固定散累计折旧 按以期的折旧 但他没有减准备啊 没有减准备 代记固定散账面余额 那么增加固定散 使用效能或延长其使用年限 而发生的改革建 这些后续支出 可以资本化 进入到再建工程 但是为了保证固定散正常使用 而发生的日常维修等支出 维修支出仍然进入当期费用 进入当期费用 我们讲是财务会计 所以费用 如果是预算会计 是支出 那么第三 折旧 那么单位应该按月对固定散提折旧 但是下列固定散除外 文物 陈列品 不提折旧 动植物 图书 档案 还有单独计较 入当 土地 那么这个不提折 这跟且一样 这句话跟且一样 且也不提折旧的 对吧 那么还多了一个事 以名义金额 计量的固定散 那么且没有这个内容 且没有这个内容 那么这个 这些文物 陈列品 动植物 图书 大案 那么且没有 那么且有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内容 行政事也在没有 行政事也在没有 以前这个内容是不入账的 现在也入账了 单独计较的土地 这个内容是作为固定散入账的 因为以前的政府所占有土地 这部分土地 那么它也是属于固定散的一部分 那它不作为无形散 也是不作为无形散 是单独计较的这一部分的土地 好 所以这个内容作为 固定散入账 接着看 单位应当根据相关规定 以及固定散性质和使用情况 合理的确定固定散的使用年限 这跟企业是一样的 改扩建原因而延长固定散使用年限的 应该重新确定固定散折旧年限 排营的 无偿调入的 接受捐赠等等 也要考虑重新要确定其上可使用年限 要根据新旧程度 和企业差不多 再有固定散应当按月提折旧 当月增加的固定散当月开始提折旧 那么这点和企业不一样 当月减少的当月不再提折旧 那么这个内容我解释过理由 有一次我去做一个访谈节目 好像是在央广网还是在哪 后来就这段行动也掐掉了 给删掉了 那么主持人们我这句话 他说啊 他说为什么在我们国家 固定散无形散 还有投资性房地产 这些内容啊 那么政府会计 那么还有这个什么的 还有企业会计当中 那么 无形散都是一样的 都是当月增加的 当月开始谈销对吧 那么固定散 那么政府会计当月增加 当月开始折旧 而且为什么当月增加的 当月不开始提折旧 从下一题 还是那句话 告诉大家历史遗留问题 我前面讲过了 历史遗留问题 因为以前 以前先说他啊 先说政府会 政府会以前固定散 根本不提折旧 这个刚开始提折旧 说没几年 我们国家以前 政府会计 行政事业单位 根本不提折旧 和国际会计 完全不一样 中国不提折旧 这完全不合理 我记得财政部官员 在讲课曾经说过 为什么要改 不提折旧 就这一点 就必须改 你要和国际会计同的话 你必须得要提折旧 以前没有提折旧问题 那么现在有提折旧了 而现在都是电算化管理了 所以说提折旧 当月增加的 当月增加的这份金额 在计算机系统中都已经有了 只要系统有了 那么不成问题 而以前我们国家 为什么当月增加不提折 叫当月减少兆提折 就是因为核算的简化 为了简化核算 因为以前没有电脑 没计算机 以前我们国家呢 都是国有钱 没有私企 我曾经我去过一个企业实习 我大学毕业实习的时候 在北京汽车制造厂实习 那个固定伞非常旁大 那么多的固定伞 应该说在侧的固定伞 有多少 起码有上万件还得多 上十万件得多 就例为固定伞 你如果是一个固定伞核算 那时候没有电脑 我实习的时候 我记得没有电脑 那时候都是手工机长 还打了算盘 还扒了算盘 没有电脑 哪有电脑啊 根本没电脑 那时候我记得我 八十年代哪有电脑 所以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也就在我们国家 从建国以后 固定资产核算的时候 就是为了 纯粹为了减核算 从下月开始提折旧 当月增加的 那么当月不提了 就是一个简化 所以是月初再用的固定伞 原值为据提折旧 就纯粹简化 那么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电脑中 只要你录入到计算机系统后 自然就可以生成数据了 所以这就是历史遗留问题 没有什么为什么 就是人为规定 就是人为规定 所以这个内容曾经问过 学生问过老师 这个为什么这么着 你得告诉我为什么 不告诉我为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了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没办法学了 我那叫较真 抬杠 知道吗 所以大家在学中 一定要避免钻牛角 抬杠 我们是考试 不是抬杠 我们是考试 你记得知道吗 人定的 就人定的 遵照之心可以了 国外就不是这样 国外就不是这样 西方会计就不是这样 中国会计就这样 这点顺便说一下 好 其他都差不多了 所以现在政府会计中的固定伞 无形伞都当月增加 当月开始 提和摊 对吧 无形伞也是当月增加 当月开始 因为以前我们国家没无形伞 大力在这 知道吗 就让他走 那么固定伞提足折旧以后 无论是否据使用 均不再提折旧了 提前报废的固定伞 也不再补提了 提足折旧 任何人既使用的固定资产 应当怎么办呢 那么既使用没问题 提足折旧使用没问题 那么你就规范管理就可以了 好 看一下例题 21年6月30日 某行政单位 既提折旧10万 所以借业有活动费用 这是行政单位 借业有活动费用 待继固定 咱累计折旧 好 第四 处置 处置资产的时候 第一步 先将固定资账面价值 转入到资产处置费用中去 所以账面价值 借记资产处置费用 这块你记住 所有资产都一样的 你不要认为固定资 转入清理 不是转入清理 跟清理没关系 借记固定资 累计折旧 以提的折旧 代记固定资原值 同时收到价款 借银行存款 支付费用的时候 代银行存款 然后收支两条线 这部分内容上缴财政 代记应缴财政款 那么这块没有预算会计 反而上缴财政的都没有预算会计合算 报经批准对捐赠时 第一步还是将账面价值转入到资产处置费用 同时借固定资累计者 叫代记固定资 然后代乡存款 有税费代乡存款 如果这有银行存款的话 那么这边就有借其他支出代记资金阶存 第三报经批准无偿调出的 无偿调出的啊 那么将账面价值转入到无偿调拨净资产 这块可不要通过资产处置费用了 那么这是主要指的政府单位之间调拨 不是我卖了 不是我卖了 卖给政府单位以外的企业了 不是的 这是政府单位之间的啊 所以借记无偿调拨经扇 然后借记固定资累计者 代记固定资产 好 账面价转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有调出房负担的费用 仍然走资产处置费用 借资产处置费用代乡存款 这边有银行存款 那么这边借其他支出代记资金结存 好看例题 21年9月18日 某事业单位报经批准 对外转让一台闲置的设备 那么价款是100万 账面余额200万 以提折就140万 不考虑其他内容 执行收支两条线 第一先将账面价值转入资产处置费用 原值减折就60 借资产处置费用60 代记固定攒原值200 借记固定攒累计则140 差额60 好 那么取得售时 借银行存款 贷的是应缴财政款 然后再上交出去 借应缴财政款 代记银行存款 那么不涉及到预算会计合算 好 再看例题 那么这个涉及到一个盘亏的问题 盘亏问题说过了 必须走贷处理 好 20年12月末 某事业单位 那么这是小规模了 那么就没有税的 不考虑税问题了 先这块先不考虑税 对固定攒经盘点 盘亏笔记本电脑一台 账面余额1.8 以提折就0.3 报经批准后 由单位职工来赔款 0.75万 款项收到 其他损失由单位承担 第一 先将账面价值转入贷处理 借记贷处理财政损 原值减折就1.5 借累计折就0.3 代记固定散1.8 那么第二 收到赔款以后 借记库存现金 代记贷处理财政损 0.75 然后再接着看 报经批准以后 报经批准以后 那么再把这个贷处理财产 随意冲掉它 冲掉它 所以借记自然处置费用 代记贷处理财产随 随意1.5 那么这1.5怎么来的 这1.5是这么来的 是这个1.5 看见了吗 是这个1.5 是账面价值1.5 所以我前面说过 再把账面价值1.5 账面价值1.5 转到资产处置费用 和前面讲的一样 账面价值转入资产处置费用 那么我们说过资产处置 资产处置的时候 那么都要 都要求把账面价值转入资产处置费用 但是这种盘亏的内容 这不盘亏吗 必须要通过贷处理 然后这个上面0.75呢 是上缴财政的 借贷处理 代记应缴财政款0.75 好 就这么一个内容 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好 第五 自行研发取得物行存 你记住 企业和政府会计 在研发这块内容 完全一样 没什么不一样 所以就想着 财务会计 完全一样就可以了 所以单位 自行研究刊发项目 要区分研究阶段的支出 和开发阶段支出 研究阶段支出 发生时 直接记录当期费用 我们且换句叫 记录当期随意 它叫费用 开发阶段支出 那么先规及 如果最终形成无形散的 那么你可以却无形散 如果最终没有形成无形散的 那么既有损益了 那么自行研究开发项目 没有进入开发阶段 那么或者说 确实无法区分研究阶段 开发阶段支出的 所以当时不废话了吗 后来按法律程序 申请取得了 又取得了 取得无形散了 那么这就只能按照 依法取得时 发生的注册费 律师费 这两块费用 转为无形散 已经废话内容 不允许再调回来了 还是那句话 好 一 对研究阶段发生支出 科目不变 和起完全一样 借业务活动费用 带研发支出 二级科目不一样 他叫研究支出 我们叫废话支出 区别在这 那么第二 对开发阶段支出 先规及的本科目中去 完工以后 那么再转 借记 无形资产 代记 研发支出 二级科目 开发支出 那么这块研究支出 这块是开发支出 我们资本化支出 废话支出 明细不一样 但是你不要写明细 因为考试不考明细 你把一级科目 记住和起研体一样 好 接下来 那么单位应在每年年度 中了评估研究开发项目 是否能够达到预定图 那么如果预计不能达到预定用途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开发支出 这个开发支出 就马上赶紧转走 转为当期费用 第六个 公共基础设施和政府储备物资 那么这个和企业不一样了 公共基础设施和政府储备物资 属于单位所控制的精管类的资产 精管类资产典型特征是政府快主体控制的 供社会公众使用的经济资源 叫精管物资 包括公共基础设施 政府储备物资 文物文化资产 保障性住房等等 我们这只介绍两个 我们教材就介绍两个内容 第一个公共基础设施 公共基础设施包括市政的 首先市政基础设施 比如城市道路 桥梁啊隧道啊等等 那么第二个交通 交通的基础设施 公路 那么航道港口 那么第三个水利 水利基础设施 那么一共三个内容 市政交通水利 大坝低房什么之类的 还有其他 为了核赏公共基础设施 所以设置公共基础设施 公共基础设施 还有一个定的累计折扣和摊销 第一公共基础设施在取得时 那么与固定散账务处理完全一样 不再介绍了 那么也提折扣 借业务活动费用代计公共基础设施 多了四个字 累计折扣或累贪交 那么处置时 还有哪句话 那么将账面价值 还是转到资产处置费用中去 那么如果是属于无偿调出的话 走无偿调出竞争 但是这俩都是账面价值 那么如果是盘亏的 那么走的是代处理财政损 然后借记公共基础设施 累计折代计公共基础设施 和前面道理一样 前面固定散等其他资产 这块只不过是公共基础设施而已了 好第二问题 政府储备物资 那么这个是指单位 为满足国家安全 这是一个 还有发展战略进行的 抗灾救灾 抗灾救灾 这里头包括什么地震了 洪水了等等 还有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等 特定公共需求而控制的有形资产 那么第一 在应对可能发生特定事件 或者情形的时候 采取动用 一般情况不能动用 比如说地震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要动用什么 帐篷 还有什么呢 那么活动的床 在床嘛 在搭帐篷对吧 还有什么呢 棉大衣 设在冬天有棉大衣棉被 还有什么方便面 矿泉水这一类的 那么这一般都需要轮换 那么这些都是 相当战略储备物资而已了 那么第二 其购入 还有储存保管更新 动用由政府及相关的部门 发布专门管理制度规范的 所以政府储备物资啊 包括战略及能源物资 还有抗险 抢险抗灾啊 抢险抗灾救灾物资 农产品医药物资 还有其他重要的物资 那么通常是由政府会主体委托 储存单位来进行储存的 比如说我是应急管理部门 我委托下属的某事业单位 替我保管的 可以吗 完全可以 一般来讲是委托的问题 所以核算是要设置一个政府储备物资 这是政府用的科目 政府用的科目 看理题 加行政 看到行政政府啊 加行政 但富有对国家某类 救灾物资的行政管理 有一个职责 富有的职责 负责制定相关的收处 动用方案 21年8月份 加行公司按规定 动用救灾物资 向灾区发出一批物资 其中A类物资是一次性消耗的 收不回来了 比如说免打液啊 什么矿泉水了 方便面了这类吧 收回后不可能再使用的 发出该类物资账面金额是4000万 那么第二类B类物资是可重复使用的 预期能够大部分的收回 共发出呢 一共是1000件 每件账面成本3万 至10月2日 加代为实际收回来了是900件 那么有100件收不回来了 回损了 第一 首先我们先来看啊 对A类物资 这个是一次性消耗的 直接进入业务活动费用 借业务活动费用 代记政府储备物资4000 这是第一 那么对第二类的 要经过一个发出和债库啊 借记政府储备物资 代记政府储备物资 借发出债库 那么金额是1000件乘以3是3000 好收回900件 那么900件乘以3 借记政府储备物资是债库 就回来了 那么那个100件乘以3的 直接借业务活动费用 代记政府储备物资 发出 这个没什么难度 第七 受托代理资产 指单位接受委托方 委托管理的各类资产 包括 指定转赠的物资 受托储存保管的物资等等 核算是要设置 受托代理资产 那么单位管理的 罚目物资啊 罚目物资 也在本科目核算 这个罚目物资 一般指政府部门才有这种 罚目物资的这个职能 一般单位是没有 比如说城管 城管它就有一个 罚目的问题 好 第一 接受委托的物资 验收入库时 借记受托代理资产 代记受托代理负债 没什么难点 然后转赠出去了啊 那么转赠出去 做相反分路 所以这是接受委托的 所以将受托转赠物资 交给受赠人 或者按照委托人要求的 发出时做反分路 那么转赠物资的 委托人取消了 取消了对捐赠物资的 转赠要求 不要求 也而且不再收回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应该把它转为存货了 转为固定资产等等 同时劝收入 同时劝收入 了解可以了 第二伐末 伐末验收入库的时候 那么借记受托代理资产 代记受托代理负债 那么如果伐末物资成本 根本无法确定 那么只能在备查账簿中登记 那么这是一个按照规定 处置和移交伐末物资的时候 那么借记受托代理负债 做相反分路 代记受托代理资产 做反分路 那么取得款项的时候 拍卖取得款项时 借银行从带应缴 上缴财政款 比如说像这些 罚末的一些 城管罚末的一些东西 那么有的情况下 那么是要拍卖的 拍卖完后上缴国家财政 再接着看 甲行政单位 负有对国家某类救灾物资的行政管理职能 负责制定一些方案等等 21年8月12日 甲单位按规定动用了这个救灾物资 向灾区发出这批物资 好 其中发出A类物资 跟前面讲一样 还是这个4000 B类物资这样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 现在的问题就是 甲行政在负责这些内容 负责这些内容 现在注意的问题就是 它的下属单位 是保管 以事业代保管这些物资 那么甲我们做过了 看乙怎么做 第一 以收到甲委托储存的保管物资的时候 借记受托代理资产 代记受托代理负债 那个4000 那4000加上那1000件乘以3 那么一个A的一个B的一个7000 好 那么第二个再接着看 那发出的时候 借记受托代理负债 代记受托代理资产 然后回来的时候注意 回来的时候 还有不能收回来 那100件不能收回来 那就不管它了 我只收900件乘以3 借记受托代理资产 代记受托代理负债 2700就可以了 好 到了为止 我们所讲的就是 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内容 讲完了